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鼓棒不吊腿就行 然后两只手都握好以后 把手背朝上 放在鼓屁上 然后再稍微的拉起 大概一个手指高到两个手指高 然后再进行击打 然后我们击打的时候 刚开始练习时纯粹用手腕 这样 这样 像这样 然后我们击打的时候 千万注意是用手腕 而且在击打的同时 我们要注意 因为鼓皮它有个弹性 你看如果像我 手放松 让它在鼓皮上弹 是这样一个效果 你看 它会弹很多下 然后我们在击打的同时 需要注意的是 在它 在打下去以后 用你的手指稍微控制一下鼓棒 让它不要弹得太高 然后还有一个注意的是 打完以后 手腕是这样 以一个朝下的角度 放置的 而不是 因为如果像这样 把它拉上来的话 你在下次击打的时候 手腕 它就不会 有太多的运动 然后我们刚开始 有点的话 是需要 需要这样的一个 拉伸来活动你的手腕 那么 建议大家做一个练习 那么就是 一小节八分音符 一小节四十六分音符的 重复 和循环练习 然后多进行 几次这样的练习 来活动手腕 然后最主要是 这个练习可以 根据你手腕的程度 能承受得了的程度 来逐渐的加快 那么在练习的同时 千万要注意你的手腕 要放松 那么千万要注意 以下的几点 第一 整个手指 放松 第二个 在击打的同时 手腕放松 千万要放松 再然后 千万再打的时候 角度 不要像这样朝上 因为在 像这样朝上的话 在下次击打的同时 很可能会打成 冰激这样一个效果 或者是刻着边 那么 要注意的这 以下几点 第一节课 单击 到此结束 谢谢 品音音乐俱乐部 大家好 那么我们今天来进行第二课的讲学 单击的 曲目练习 那么 这个本谱子的话 相信 有些人不会陌生 这是中央音乐学院考级的 练习曲 那么基本功练习一 是由八十六 十六八 四十六二 八四分音符和一 拜修纸 组成了一个 这样一个练习曲 那么 好 一 来 击